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今天名人堂的嘉宾 请来的是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薛明志先生 他其实打破了一般 对于科技大佬的印象 他其实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 而且从事工艺不遗余力多年 今天很开心 我们现场请来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来聊一聊 欢迎轩董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乃农好 轩董好 今天好高兴你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大家 之前对你的印象应该是 其实你从事工艺已经好多年了 对的 而且是一个 你有一个称号叫做 逐科界的梦长军 流浪狗的梦长军 因为门下时刻数千 是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养狗 对 那我从小天主教徒 在教堂里长大 然后 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就从事童子军 所以对这方面 一些工艺啊 动物啊 这些 我都很自然的 不知不觉 就是会做一些事情 对 而且你其实 自己家里就养好多流浪狗 对的 以前那个 我在竹科的时候 常常就遛狗散步嘛 对 就有一次 有个朋友 媒体的朋友 看到了之后 他就算一算 他说有十只狗 那我后来我就说 十犬老人 蛮不错的 我就是十犬 你家里有一幅十犬图 对 我家里有这幅图 那这是在 朱富比的拍卖会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了 然后 大家晓得曹新成 我的老板 他很喜欢 这些东西 我就拜托他 就帮我标下来 然后现在挂在我家里 那这是一个跟郎士宁同期的 然后各种狗 那我看了一下 跟我家好多狗都 类似各种狗都有 所以后头 我就把这个 放在我家里头 那另外我也 替自己设了一个线 就是说 就养十只就好了 就是我家的狗 会收进来 那有的时候 朋友喜欢狗的时候 我都劝他 不要到街上去买狗 到我们家来 认你一只回去 然后不喜欢可以退货 再可以换一只 鼓励他们把狗 这个领回去 分担一些工作 那他们领掉一只 我就多一个空 可能就再养一只 那养久了 在我们家的狗狗 都活得蛮久的 然后到最近几年的话 都是年事都蛮高的 最近才走一只 二十多年的老狗 那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 他到底几岁 只晓得十五年前 我们收他的时候 他已经蛮老的 所以十五年后再走了 所以我们差不多 每一年两年 都有一个狗送走 那被领养的领走了 那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碰到了 我们就把他带回来 然后就补充了 就在那边去周转 那你刚刚问我说 我们家现在几只狗 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说 我的答案是 今天有七只 今天随时可能来新的 或者是有人领走了 对 对 宣董爱狗爱到什么程度 你看这个图片 这是你被狗咬伤 是不是 你在喂流浪狗的时候 对 这是两年前 在我家附近 因为我女儿 很爱狗 所以他看到 有流浪狗的时候 他就会想说 去喂死它 所以这一只狗 是在我们家附近 大概一两公里外的地方 这个有出现 那后来 他就去喂死它 也把这个狗的碗 和这个装水的 放在那一个固定的地方 那有一天 他就跟我讲说 他没时间去 然后要我去 帮忙喂 去找一找帮忙喂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孙女 我就开了车 带着饲料和水 就去找 就到那个现场 没有看到这个狗的碗 没有找到 那我就在那边绕了一下 那结果 大概一岁吧 这样 这只小狗就出现了 它出现了之后 我就跟它 打招 因为我亲近狗 身上有狗的味道 狗不会对我比较恐惧 那后来 我就拿着这个饲料 就往远远地方 就倒了一下 给它 然后它就跑过来吃 它肚子饿了 那接下来我下一个动作 是什么呢 我下一个动作 就把这饲料包拿起来 要倒在我的手上 然后继续摆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 它在那边吃的时候 看到有大概这样的一个动作 它直接反应 一口就咬上来 就咬到 咬到我的这个 手掌 手掌 所以 这是咬过之后 去包之前 去缝的这个痕迹 痕迹 那包完了 大概包扎完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弄的就是血流 那我又怕它来攻击我的孙女 我就马上找了一个树枝 左手 就把它赶走了之后 我就叫我孙女赶快进车子 然后那个血流不止 它没有哭 它就马上乖地进去 然后我就一只手开车 冲回家里去 然后快到时候 我就叫它赶快开门 进去找妈妈 然后就赶快抓了 然后就去这个包的去医院 那后来我为什么会有这张狗的照片呢 不是追拿凶手 因为已经包了已经缝了之后 就打了这个狂犬病的预防针 那狂犬病的预防针 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说这个一共要连打五剂 每隔三天打一次 那但是这个护士跟我讲 他说如果咬你的狗 有狂犬病的话 它大概活不过十天 所以十除以三 等于三还与一 所以你可能打 打第四针完的时候 你找得到它 它还活着的话 就没事 你第五针可以省掉不要打 所以我就要特别去观察 然后找到它 然后找到它 然后它出现了 然后我就少打一层 但这只狗后来就不见了 不是我把它抓走 不是这个报仇了 那它这认识就消失掉了 宣总其实 我发现你心里有很柔软的一块 你不只帮助流浪狗 其实你也对于青年 对于反独其实也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 反独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 很多很多年前 大概二十年前 新竹的少年监狱 有一些暴动的行为 那时候因为我在新竹 然后我也照顾警察 所以对那个过程之中 有一些这个接触 接触之后 我就发现这些小孩子 年轻的朋友都蛮可爱的 但是他们变成忠措生 变了忠措生之后 不管单亲家庭 还是种种其他原因 被朋友带坏 或者他们再继续带坏别人 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就跟那时候这个法务部长 廖正豪呢 他卸任下来之后呢 我就跟他成立向阳基金会 然后希望来照顾这些这个中措的孩子 那我们照顾中措的孩子呢 发现呢 有蛮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青少年呢 尤其是甚至在小学的时候呢 就有变成涉及毒品的这些问题 这年龄层在往下降 往下 那今天我们看到最 我看到的案例呢 最小的是有三年级的 国小三年级 国小三年级的学生 就像刚刚讲流浪狗的事 那现在我们谈到毒品的事 都跟很多法令 是有关系 今天我们的这个公务人员 尤其我接触的警察朋友 还有社工的人员 这个各地的社会处的人员 他们也都是很有爱心的人 那没办法解决流浪狗的问题 也没办法解决毒品的问题 那真正的问题呢 可能要靠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找出新的制度 新的方法 还有新的法律 能够让我们 在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底下 能够做这件事情 但我比较好奇就是 大家会对于你 决定要列入亲民党的 不分区的第三名 觉得有点惊讶 那您自己 有没有曾经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来从政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会从政 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那我热心公益 然后我们带朋友 组织社团 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都很开心 但是政治呢 我从来没有去想过 因为我可能直觉就是 政治是另外一门学问 不是我专精的 就像我自己呢 搞我的科技 搞我的产业 我从来不去 靠投资股票 房地产 因为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做房地产的人呢 可能他花时间 比你专精 他有他的天赋 他有他的兴趣 他有他的能力 人家比较比你专精的人 你去做那东西呢 你不会比他杰出 但这一次我会参加 亲民党的部分区的 当一个部分区立委的候选人 其实是在这个 郭台铭要去参加选举的时候 他是我的好朋友 多少年的朋友 那我当然想说 有这样子的心愿 又愿意把股票信托 又愿意从这个 全世界第23大企业里头 跳出来 然后又要把财产捐献出去 那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那对于我来讲说 我一定去支持他 鼓励他 然后协助他 那在这个协助的过程之中呢 那我又发现了 什么呢 我又发现就是说 政治这件事情呢 这个吸引了太多人的 这个精力和时间 你看全国多少人在焦虑 真的 媒体花了多少篇幅在报道 有多么优秀的人 通通投入在这个行业里头 然后走不出来 然后大家这个 越血越苦闷 那我再看到 就是像这个优秀的人 陈瑞变得很优秀 可是当了八年之后 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马先生 我比我高一届的 建中的这个学长 他也是很优秀 我们接触很多 讲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也是灰头土脸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 有那么多的行政院长 那都是衣食之血 那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人 进入到政治这个迷宫 或者是严格一点 受伤多一点的话呢 绞肉机绞一绞 那都不成人形 那我后来想了一下呢 我们这个体制上 有一点问题 那体制上的问题 也可能是因为 两个建国型的这个政党 那帮派型的这种政党 都是这个国父孙中山讲说 政党政治呢 军政训政宪政 然后那个要来 他们都是在军政期 所以动不动呢 都有党纪 对 党纪去说这个要去处理 那党纪还规范你呢 你不能去另外一个党呢 去当政务官 那全国的优秀人 有一半不能用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心里就打了一个问号 那后来再想想看呢 就是郭先生不去选了 如果他去当总统 我们大概有些想法 可以去尝试 或怎么样 他不选总统了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后面可能去思考的方向 就是国会 所以是他不选你 才决定要跳出来的 不是 他不选 然后我跟他共同想到 就是说 大家共同努力 方向应该是在国会 那在国会这条路上面呢 就是立法委员 在国会里头 提出一些事 叫政府去做 立法委员本来就是 这个民意最高的机构 他把民间要用对的事 然后去要求政府去做 那我想对的事情 那你即使没有说 这个表决的多数 但是对的事呢 这个大家都会赞成 媒体也会赞成 那只要有足够的立法委员呢 他弃而不舍地 去要求政府 然后你这个做的事情 对的事情不做的话 我们就弃而不舍地去要求 当你天天忙对的事的时候 就没空去做不对的事 这是我们心里想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 那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有没有呢 那在113个委员之中呢 一定有这样子的人 看只是看我们怎么把它找出来 那找出一个两个 然后呢就像要创业 要有这个新伙伴 然后新产品新服务一样的 把这种创业精神弄来 那就跟我以前习惯的模式呢 又比较接近了 所以后来我就讲说 这个事实上在宋先生 在跟这个郭先生在谈的时候 他们在商量说 看谁出来选总统 来帮助这个社会 然后后来就说 这个郭董他说 他都投入那么多了 我宣明志做了什么 你就下来做做 那我讲了那么多 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那我又在讲说 是不是有这个 不乔事 不管闲事 不念旧恶 只往前看 然后做对的事 做好的事 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这个立委的人 那他说 那你就下来做做一个吧 大家想说那就是你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 那个我就是这个 一时冲动 但你刚才形容说 这政治好像一个绞肉 即将严重一点 你会不会担心自己 进到这里面来之后 我相信一定旁边有很多反对的事 很多人都跟我讲这样的事 尤其是特别是我太太 他说你看 你当立委到时候就要去巧事情 要去找个房间去商量这些事情 我说我不会 他说你为什么说不会 对自己很有信心 我跟他讲说 我念书的时候 喜欢上的课我就去上 不喜欢上的课我就敲课 很有个性 当今天国会监督联盟 他会把你这出情绿 然后说提案提多少 我说这都不是我的指标 我的指标只有什么 就是我要来做哪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来讲的话 我都会去选一些 真正蛮基本的事 所以我用了一个 我喜欢的这个词 叫做 择其必行而先行 就是今天时间是最宝贵的 那有很多事情是会变化的 尤其是科技环境都在变 那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就是你赶不上变化的时候 要等那个变化来的时候 再去因应 那在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去做一些你的基本的东西 那基本的东西是哪些呢 福国利民的东西是有没有一些东西呢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说 我们找出有六件东西呢 是蛮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说 我们就简单谈一下就是 哪些重点你觉得特别是要提醒大家 其中有三个东西跟青年人有关系 因为我的思考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的青年人 走不出他们的未来的话 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我们现在这辈子的青年人呢 没有把它带好的话 那根本不要讲说 期待在下一代了 那如果我们带得好 一代会比一代强 如果我们带不好的话呢 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现在青年人 这个所遭遇到的环境 跟我们那时候的是不太一样 我们的爸爸妈妈知道说 你去谋一技之长找工作 你将来的未来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现在青年人懂的东西 他们的父母未必懂 我们要把青年当成一个资源来做发展 就他的天赋 他的兴趣和他能力 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这个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第二重要的事情呢 我们觉得呢 今天你要帮助让年轻人要有发展 那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那今天我们又面临少子化的问题 那少子化问题 我讲一个绝对的一个比方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不生孩子 年轻人也都不生孩子 假设 那一百年后就没有台湾了 重不重要 一定重要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提零到六岁的孩子呢 国家养 那是补贴孩子吗 不是 其实真正的这个重要点呢 就是他们的父母呢 大概都是三十出头的 这个爸爸妈妈 就是现在很主要的劳动人口 对 那他们是受了国家和社会 二十多年的这个养育啊 然后呢 学业了 然后又进入到职场 差不多三年到五年 然后呢 技艺都练起来 以前是被培养 然后出来开始可以贡献 那他们最大的成就领域呢 就是把这个动能呢 发挥在他们的职场上面 那国家呢 会最有这个竞争力 那所以你 他又愿意帮国家孕育下一代 这时候你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 能够充斥他的工作 充斥他的事业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对青年来讲 第三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是什么呢 觉得是叫 我们叫公责有其物 就是有意愿工作 有工作的人呢 你要政府要协助 在他在工作的职场附近 15分钟到20分钟的 这个车程的地方呢 找到平价 高品质的房子 解决住的问题 解决住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再把这样子的 大规模的这个 育婴 然后托儿 幼教的这一部分呢 跟他接轨 在那里面 然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区块 对主要要去工作地点呢 大众捷运也可以弄起来 像新竹附近的这个年轻夫妇 他们很头痛 他到底要一部车 先生开去商班了之后 另外送小孩 然后要买菜 是不是要两部车 两部车要两个车位 利用率又那么低 所以有一些整体的这样的安排 那是未来智慧型的这样建筑 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品质 那他们要卖的时候也卖得很快 要买的时候也负担得起 就可以解决未来的 所以公则有其物呢 是绝对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讲说 政治圈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你老轩你不要躺这场浑水 你这样子跟你名不符实 因为这样子完全不明智 然后呢 我们希望你明则保身 因为我害怕你受伤 那我就说 那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心 然后都离开他很远 这样子会对事情好吗 好 选总 其实形容你是一个政治素人 应该不为过吧 我想问一问你现在习惯政治圈的心态了吗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政治本来 我看看就是一个迷宫嘛 对 那既然是迷宫的话呢 我也不想去 那么去熟悉他 那我来 这个参与这个立法委员的话呢 我觉得 不管选上没选上 我已经做到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了 因为把现在的一些问题呈现出来 有可能的方法 我觉得是拨下一个种子 所以今天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一再想办法表达 我们应该用创新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国家不前进的事 那有这么六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是会在讲就是说 我们113位立委之中 我们要找出一些不错的 就像找出一些创业的伙伴 打天下一样 然后弃而不舍的 把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商品 我们的服务 提供出来 然后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那真正是什么产品呢 我跟大家讲 我想了 是那些方案 福国立民方案提出吗 这是一个路径 那这些提出来之后 我就不做事了吗 还有更多的吗 那那些东西要怎么才能够出现呢 我想了一下 就说我们是希望 把和气带到政坛里头 和气才能生财 大家争争吵吵就没有和气 对的事情 大家一起去做就有和气 那我们把和气带到政坛之后 那就会把政治圈 变成一个快乐的工作场地 这是你希望 你这一次投入之后 可以带来的印象吗 对 因为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 那如果大家都讲说 政治圈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老轩你不要躺这场浑水 你这样子跟你名不符实 因为这样子完全不明智 然后我们希望你明则保身 因为我害怕你受伤害怕你受伤害 害怕你浪费时间 害怕你太冲动 那我就说 那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心 然后都离开他很远 然后又走不开 又批评又骂 那关心则乱 那已经是这个很辛苦了 然后你又来面去批判他 那批判他好像是一个民主的特权 这样子会对事情好吗 所以在这样子一种情形之下的话 我们好不容易想出来这样子一条路 然后跟很多朋友讲 就他们说好像很对 好像很对 因为在郭董在选举的过程之中 我们就谈说一个政府对一个社会 扮演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看历史 如果一个这个国家 一个朝代 哪一个帝王 他这个非常英明 然后政治清明 政府有为的话 是不是这个太平盛世 然后这个全民都欢欣 所以我一边讲就是说 这个政府是很重要的 而且政府是最大的公益 当政府做这样子的时候 百姓都得到这样子一个福利 那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要让它怎么样的去发生 那就想办法带进一些新的这样子气氛 所以我们就跳下来洗了头坐吧 那当这样子一种想法 得到更多支持的时候 会发生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立法委员花那么多钱去选举 选了选举之后 选完一任再选一任再选一任 一辈子都在选举 那它靠什么过日子 那我跟我的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讲说 如果我们想办法把政府和立法院 变成是一个触动政府做对的事情 刚刚我讲的这六件事情都在做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国力会增加 市值会增加 我说你把未来三年之后 可能多赚的钱 交千分之一给我好不好 交九牛一毛 交一点给我 我到处去搜 搜出来我就找这些朋友们 就想一个方法呢 这个说服来这个游说政府呢 然后来做这个对的事情 我说你们要给我支援 那也不少人跟我讲说 老袁你上了 我们这边就 就不会让你一个人去亏老板 那今天来讲说 有人说郭董不选了 后悔了 他后悔什么 我认为他不是后悔说 没有去参与大卫的角逐 我是认为呢 他后悔了 他丧失的一个 这个为国为民服务的这个机会 那今天我这个做了 我现在是今年六十七了 过几年也就七十 那七十是另外一个新开始呢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就我的事业的成就来讲的话 我以前这个工作好 把我自己喂饱 然后慢慢的家人 然后同事搞公司 我前前后后带了非常多的创新的公司 做得我还蛮开心的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有可能影响到两千三百万的人 那不是我一力可以做成 但是我剥了一个种子 然后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式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如果能够复制来用的话 达到一个效果的话 也是我这个创新最大的一个成就 我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个性 就是说有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我一直会在我的脑筋里头 他不会干扰我所做别的事 但是他不时的会出现 今天我对政治接触了之后 发现有这么大的一些问题 那以前呢 我在科学园区 我跟很多很多的政府的首长 我跟很多很多的立法委员 都讲了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跟很多的朋友都一起研究 写的东西 历任的总统 然后这些呢 不晓得多少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这些东西呢 花那么多心血没有成果 这是变成说 投资没有报酬率的事项 那今天这种热情 这种期盼 并没有停顿 没有停顿 但是要怎么样让他呢 能够转移出来说 有一点点成效 变成成效再多一点 再更多一点 这就是我心里不服从下 走对了路 他大概就慢慢 就可以越来越熟练 然后会有一些成果出来 那我创这个事业呢 前后也是一年多 做得还蛮辉煌的 结果我就碰到炸奇集团 炸奇集团呢 给我倒的是270万 那时候呢 把我这个太太的 这个嫁妆的钱啊 也通通都派出去 选总大家真的非常认可说 你在产业界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 那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你当初 怎么样开始对这个科技产业有兴趣 然后开始跨进来 我要这样子讲 我们以前 我尤其是我 很多人问我说 你是不是从政是因为 对政府有所不满 我说很多人都可以抱怨不满 我不能抱怨不满 因为我是受贿者 我是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我栽培我 我有今天这样的 那我为什么会投进到科技这个行业呢 坦白讲 我也不清楚 就是 你自己是教大电子出身 对 就是政府 政府这个 把一个这个科学园区要搞IC弄出来 对 那我当时很喜欢读数学 然后考上了这个电子 我还不同意 我还重考的数学 那我爸说 你好不容易年纪小 早念了一年书 你现在回去划不来 你还是先把书读完了再说吧 我就勉强把它读完了 就读完了之后 就像日本搭地铁 走哪条路线不清楚 然后就被一路就挤上来 那挤上来 那一路做得也很开心 那中间有摔过跤对不对 你刚毕业的时候创 隔年创业 我刚毕业是这样的 我第一个工作 我就做了三个月 对 然后就到张俊燕的集成电子去做 那做了一年多之后 后来我读了一些管理方面的书 我就跟张俊燕说 我们这个公司大概不会成功 因为我们的商务不对 结果他很惊讶 然后他跟我讲说 你要一个月之后才辞职 结果后来发现他半个月 他自己先辞职 他先跑了 那我就去创我自己的一个事业 那我创这个事业 前后也是一年多 做得还蛮辉煌的 结果我就碰到炸奇集团 炸奇集团给我导的是 那时候的钱 民国65年底 66年初 就是这个270万 很多 因为当时候 1023元 记得这么清楚 当时候月薪一个月4000块钱左右 对不对 4500 一般人 所以270万 起薪3500到4500 那是很大一笔钱 所以那时候把我太太的 这个嫁装的钱 也统统都给出去 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几个 四个人合伙 我们就很用心地 把欠别人的钱 通通还了 然后各奔前程 各奔前程 那各奔前程的时候 便留一个人留守 把其他东西都变 变现 所以我们去 那个留守派的那个人 是那个像抓生死签一样 说谁去抓了什么 那我是出去找工作 我就后来加入了这个电子所 就是台湾的集体电路的 这个计划 所以 你说倒我仗的人 我应该是感谢他吗 还是要 你是抱什么样心态 在看这样一件事情 我后来在 从台北搭这个公路局车 回新竹的时候 在路上碰到他 你碰到他了 我碰到他 那 那有站有坐的 我站着他坐在那边 看到他 他躲都躲不掉 他跟我打招呼 那我就跟他讲说 坐公车 钱用完了 就这样子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这么一回事 但你也没有 要找他算账的意思 算账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今天我在讲说 刚刚讲说 立伟的这个新品种 不巧思不管闲事 还有一件事 不念旧恶 过去是事 是忘了 你怎么算的 没有用 你就是要 佛教教教 什么逆增上缘 什么这些 我不晓得什么名词 但是那样子的一个经历 对我后来来讲说 帮助是蛮大的 因为我到联店之后 我负责销售 那我也负责 这个采购 就是进出的东西 因为我比较有商业经验 那时候呢 帮联店卖的经销商的朋友 都是当年我做生意 他们供应我东西 然后我没有倒他账的人 那时候就是这个商场 有一个这个现象 就是人家导了你去 去导供应商 那还有一种 是专门导编的 就是买食 卖漆 赔山 赚四 那也有这样子一个人 但是我们那时候呢 就是咬住牙根 一毛钱都没有人 欠人家的钱 把钱换清楚了 知道自己的材料不够 然后去找工作来做 再来练功夫 所以那时候 地球是圆的 终究会碰到的 对 那你后来其实 曹新成先生 曹董对你来讲 是一个在这个 职牙生涯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对 他对你的影响 你觉得最大的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 没有曹新成 我不会有今天的任何成就 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有这个战略思想 然后有旺盛的 这个企图心 他 他的这个 他也是读 读工程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他 他的这个level 是比较高一层 比较哲学神学 他看的是比较远 他有比较旺盛的企图心 我是比较随遇而安的 那我的个性是什么呢 我的个性就是说 要办一个什么事情 要出一项什么样的任务 怎么把人找出来 怎么做这个事 然后漂漂亮亮的穿起来 大家这个 一下就弄 好像同志军办活动一样 这是我的常财 那到底打什么仗 然后目标往哪里 或者是怎么样 比如说 今天大家都知道 联电 后来变成是 拆成好多公司 然后变成是 在金元代工 还有这个联发科 这产品质上面 通通分出去 那时候这个曹新成 他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个我们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没办法同时监管 又是制造 又是设计 那有很多新的知识 我们慢慢都不懂 不会比下面的人还懂 所以当他们慢慢起来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带他的 所以要把他们变成一个 独立的作战单位 让他们再去号召 更多的人 有更多专精的东西 才能弄出来 所以在他这样子 一个方向性的 这个决定之后 我就去帮他讲出说 那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 我们参考什么样的制度 那我就去学 日本的这个 这个SPU策略 事业部 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把各个变成事业部 然后培养他们变成总经理 那我们高阶的 每个人去带不同的事业部 变成是 小的是在董事会的阶层 怎么去支持他 所以经过了一个 五年的一个转型 然后把大家都支出去 那这样子一个支出去的 一个文化 把原来的这个动能维持了 然后再发扬光大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发展了一套这个特别的方法 就是晓得怎么去带新的事业 怎么去带新来的人 然后用这样子一些体制去做 所以联电来讲的话 今天这个面板这个行业 其实大家常常在行的人都知道 最先做面板的是我们联友光电 后来跟友达合并了 所以这些事呢 就是很多事我们都在跑在前面 我们也在新兴电这边呢 帮党一事业呢 收下来重建 所以这些事都是这个 曹新城呢 他有一个这个眼光 他还有特别的敏锐性 他可以体验到说 这个怎么样变化 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去走 走出一个未来的路 你们两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对不对 互相去 基本上就是我是很会打仗的人 那他是很会去思考方向的一个人 缺一不可 没有他的话 基本上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作战 你客气了 其实宣董你自己在业界 郊游海派 我觉得这是有名的 然后老婆也形容你是超级顽童 说你非常的好动 你自己怎么样看你这样子的个性 你又怎么样去选择身边 我觉得好动不好动 就是这个良知良能 你脑袋 你要叫他不要想也不可能 那人坐在那边 那环境是这样 使得实事板板去接触一些事情 那就是因为你有那个良能 有那个良知 你就会去动 那另外呢 这跟我成长的环境很有关系 因为像我来讲 很少人小学就念四个 跟着我父亲工作的关系 一路换来换去 那我初中的这个教育 又是在华侨中学 有各国的这个乔生寨 又有大陆的难包 逃亡在这边的 那我们又搞同志军 又搞活动 所以各种来自不同地方 讲不同语言的人 那都生活在一起 那所以在这上面 对人的这接触敏锐度 和互动 这方面呢 我是比较强 但是这也是有弱点 因为都是接触不同语言的人 你就不会去想语言 所以我连台语都不太会说 我就想想着很奇怪 我不可能 说以我这样子的这个 台湾话说不来 那我后来是一直到 大学的时候呢 才开始想说 这个台语是很重要 我要去学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 因为各国的人 通通在我们的环境里头 你不可能去学那么多的语言 所以变成有点麻木 有点疏离 就没有去学这些事情 我打高尔夫球也好 打麻将也好 然后再做别的事情也好 唱歌也好 都是充满了这个快乐 我今天掌握到周边做的事 怎么去好好地玩一玩 走出一些不一样 那我这里 我觉得走到哪了 不缺题目 我觉得轩董 你在生命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转换 2010年也是另外一个关键 你决定投入生机 然后跟儿子一起创立公司 对 这个投入生机是这样子 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 但我也很不喜欢拥挤 所以拥挤的意思 大家都在做的时候 我就不去 小时候大家都去看 梁山博住院台 我就是死命不久 你还蛮反骨的 我就有点反骨 真的是有点 所以变成大家都很热衷 半导体都在这上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太拥挤了 那不多我一个 也不少我一个 那我在想说要做什么事 那我就喜欢挑战 那我思考的范围 就想到就说 未来台湾最适合发展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看到台湾的医学体系 第一名的都是考医科的 对 所以台湾的医学体系是最好的 那将来的这个医疗体系 要靠什么呢 新的科技 新的药和一个医疗体系 没有医疗体系跟它去互动的话 是没办法的 但是台湾的生物科技 在医疗这上面是蛮落后的 所以我们将来在这上面发展的空间会更大 那另外我又是受了一些影响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从历史到现在来看 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主要的材料 谁能够把这个主要材料的掌握得最好的 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那石器时代 这个铜器 铁器 机械的时代 然后和这个我们讲说silicon edge 细晶圆的时代 细的时代 那资讯东西 5A 这个AI 5G 那我认为我要跳脱他们的范围 我要去做生物科技 下面一个最重要材料就是细胞 所以细胞是我认为未来最重要材料 如果我们提早在细胞这个材料事业来做的话 我们会在这产业上面 比我们当年做IC更杰出 这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原因 台湾本地的福利的市场小 那临近的是大陆 那大陆跟我们又是这个近和的一个关系 那往往有一些意识形态 总统的一些妨碍到这个发展 但是去发展一个什么东西 跟这个救人有关的东西 是谁都挡不住的 就今天医生要去救人 他不会管你是哪一国人 他要把你赶快去救了 所以去做这个行业 跟对岸的这个接轨来讲的话 是最没有阻力的 而且是台湾原来 很多的市场发展的是蛮好的 但是很可惜 他离他的应用的市场太远 要透过别人才能达成 所以OEM ODM 才能够要别人在市场上去卖东西 那今天如果有大陆的市场 我们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面去做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会跨足到 这个生物科技这上面 那当然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因素 这个人年纪越来越大 那年纪越来越大 不只是这个市场大 那是另外一个是 这些年纪越来越大 他自己存的钱 能够自己来花钱的能力更高的 不像以前年纪大人 他没有资源来花钱 那也有讲说人的这个一半的财产 在死前的这个最后一个月要花掉 因为他救他自己 所以那个市场也是蛮大 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生物科技跟医疗有关 绝对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这上面我就提早投入 宣总大家看你事业上非常成功 但我也很好奇 你自己这样子回顾过去 有没有让你觉得心里有遗憾的一件事情 或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还没有达成的事情 我到从来没有想过 我都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每天睡起来 说不定就想到一个什么事情 又解决了以前想的一些事 又往前前走了 当然今天来讲的话 比较让我遗憾的部分 就是像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都不像别人那么呵护照顾他们 我跟他们的交情 到比较像朋友一样 就有点君子只叫淡如水 就是我们点到为止 没有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 可能这是我很大的遗憾 那你展望未来的日子 现在不管是立委选举的结果是如何 您自己对自己的近几年的期许 有没有 或者是您未来最想做的事情 我也没有说未来要想做什么事 而是说我今天掌握到周边做的事 怎么去好好的玩一玩 走出一些不一样 那我这里我觉得我走到哪呢 不缺题目 永远有新的事情跟挑战 你说我打高尔夫球也好 打麻将也好 然后再做别的事情也好 唱歌也好 都是充满了这个快乐 充满了这个新的喜悦 可以看得出来轩董很享受每一个当下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年轻人真的是要 我们要从年轻人的角度来去思考 不要从我们的角度去做要求 那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 说今天我是开一个店 什么样素材给我要卖什么样东西 不能讲说我一定要是怎么样做 今天看年轻人 我会觉得是大家 尤其这一段时间我跟年轻人的接触比较多 那以前的话可能说我跟你谈谈 干什么你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了解一下 好像是比较 但是我现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这个搞一些新的行销 还有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 有的是为我去拍一个什么东西 他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然后他们集合再一起来 那很热情 但是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稍微感觉上对年长的或者其他外面的人 他比较窄或比较闷一点 但是他们的动力你并不能说 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 那年长的这一辈有时候会讲说草莓族靠爸或干什么 我是觉得都是太从自我的角度去看他们 那当我跟他们接触多的时候 我觉得充满希望 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 都会有机会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宣董来这边分享他很珍贵 很宝贵的人生经验 那也祝福宣董在未来的路上继续享受你的每一天 谢谢 谢谢宣董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台湾名人堂 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 我是宣明志 无知是最大的恐惧 等待是最大的浪费 求知 求行 折旗 必行 而先行 这是我的座右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